小妖往后看了半天,毛球和阿九呢? 雀灵指了指门外,阿九说来这儿感觉很熟悉,想四处逛逛,她应该是去河边了,我想和她换。 她说,身上挂着一堆东西丑死了,扭屁股就跟去了,事事的。 她突然想起,有个人比毛球还事事的,衣服永远要干净得如同洗了八百遍一样, 无论在哪里休息,以她为原心,周围都得收拾得妥妥贴贴,整整齐齐,身上一点琐碎的东西都没有,就连头发都要梳得一丝不苟。 她傻乐着看着一脸玩味坐等她解释的香柳,嘿嘿一笑,这可不是事儿,这是一种生活的态度,很好。 香柳乐着拍了一下她的后脑勺,拉起小腰,对着坐在一边看热闹的阴鸣说,来吧,走走。 仨人散着不去了河边,阿九正正地坐在那里,毛球化为了雕的形态,正在闲得无聊,打理羽毛,小腰最守剑, 把她顺好的毛倒着摸了一把,羽翼全乱了。 香柳把她推远了点,你就招她吧,回头刀你两下。 毛球死亡凝视了一会小腰,难得脾气很好,没有发作,耐心地重新打理羽毛。 小腰见嗖嗖,还想再来一把的时候,香柳捉住了她的手,把她哄到一边,你这手能不能贤惠。 小腰拍了拍阿九,走吧。 这地儿跟你有缘,你要是喜欢,就留在这儿。 阿九起身,点了点头,我喜欢这儿。 你们呢,你们以后去哪里? 小腰思索了一下,可能去海上,也可能在这儿,也有可能四海为家,谁知道呢? 雀灵等着你们呢,回去吧。 阿九拉着小腰不松手,那你呢? 我呀,我们马上回,先和故人聊聊。 小腰冲不远处地阴明抬了抬下巴,阿九看她气度不凡,也能猜出这几个人身份不是一般人,拾去地点了点头和毛球回去了。 阴明坐在河边,微笑着说,你跟她还真有缘。 小腰位置可否,香柳夺不到小腰身边坐下,你呢?你跟她呢? 你的头发怎么回事? 阴明给小腰的印象一向是没心没干,她把所有人的经历当戏看,当乐子品,冷心冷肺的。 难得今夜她的笑容带上了几分真切,我和她呀,缘分不浅。 香柳不知道从哪里摸出来几坛好酒,三人围着篝火默默无语,喝着酒。 小腰最憋不住,说呀,这月色美丽,好酒醇香,此事不说,更待何时。 阅明清了清嗓子,那我得好好说一段,说哭你俩为止。 我生来就注定是时间之神,竹龙大人是我的师父,他算出,我命中一劫,历劫过了,非生为神,不老不死,只是从此断情绝爱,孤独一生。 历劫未过,灰飞烟灭,再无来世。 他博引了一杯学礼醉,勾出一丝自嘲的笑意,可我降生时,天边有百鸟相鹤,流云金光,是大吉之兆,我爹没有听竹龙大人的补算, 认为他是胡说八道,并没在意,还没满月,我便性命垂微,医师都说,我是少了一破,命不久矣。 爹想起了竹龙大人的补算,抱着我,去了不死山,说愿意,以任何交换我的平安。 竹龙大人并没说什么,只是说接下来几百年,我都要留在不死山,他若是不愿,就抱走我,准备给我收尸。 小妖看着他,都有点怜悯,这不足之症,难道便是他的劫? 爹自然愿意我活下来,就把我留在了不死山。 竹龙大人说,我的那一破要去历劫,经破不归位,只能以水晶关养着人,我的真身就在不死山躺了百年。 而我的那一缕经破,却降到了一个苦命的低等神族身上。 幼时被家人卖到了储馆,老宝培养着我,说身段好才能卖钱,没吃过一顿饱饭,一口荤腥,睡在地上,就是让身板子能职能挺拔,每日学着唱曲,怎么说话,怎么笑。 他想以后,把我卖给达官贵人赚大钱。 我在储馆吃尽了苦头,见惯事态炎凉,薄情寡义,正值战争爆发,卖而卖女,一子而食,失衡遍也已未常态。 储馆这种地方,自然不景气,有点博款,却已经没了衣仗,四处都在打仗,等于待宰的肥羊,招来了祸患,我趁乱跑了出去,漫天飞雪,四处都充斥着暴力和血腥,本就没有吃饱。 那年又是尤为寒冷,我跑着跑着,一口气没撑住,摔倒了,却没那一口气再爬起来了,四周的难民看见我,都在等着我咽气,把我分食。 我就抓了一个墙根不远处的冰锥子,我想着,谁上来,我就捅死谁。 她看着火光,目光冷意漫漫,小妖打了个哆嗦,心里却多了些侧影,她是时间之神,如今未列仙般, 这人间的帝王,都要给几分薄面的贵人。 曾经历劫时居然那么悲惨。 黎蓉的组长正,巡视完他们的地下赌场,看我有点意思,就冲我扔了个饼子,坐在马车上看着我,都是饿死鬼。 看见了饼想来抢,我就捅死了第一个来抢的人,沾着他的血,问还有人想抢。 再无一人赶上来,我就把饼吃了个精光,跪在他车前,说,只要给我口饭吃, 我愿意以身相报。 他让我滚上马车,就带着我回了黎蓉寺的宅邸,牵了死器,把我交给了暗卫培养。 他说他看重的是我的狠,既然把我带回来,就不能吃白饭, 要为了他的女儿生,为了他的女儿死。 我就成了黎蓉琛的贴身暗卫,我见他的时候,他还是个毛都没长齐的小丫头, 我一边接受训练,一边陪他长大。 我恨我在楚馆经历的所有,从此我就改名为清风,不唱曲,也不要说话,我憎恨那些。 他与我见过的女子都不一样,他纯真美好,敢爱敢恨,最可贵的是, 他明白依仗别人,终究靠不住。 我知青楼楚馆是最见人心之处,多少女子捧着一枪吃心, 沦为家巧,最终不得善终,我希望他不是其中一个。 所以我瞒着族长,暗中支持他,教他武功,鼓励他经商,告诉他,男女本无贵贱,他可以是任何样子。 你们现在看的黎蓉菲安静温顺,可真正的黎蓉琛不是那样的, 他性子要强,嘴巴也辣。 爱舞刀弄枪,精盈行走,最讨厌男人为天女人为地, 女子理应贤惠勤快,伺候公婆向夫教子那套论调, 他很爱笑,胆子大,爱吃爱玩,我们也曾溜出去给你们一样, 去街上找点乐子,我微博的俸禄攒够了总会带他玩一次, 等过两日,总能在桌上床上发现银币,我都存了起来,一分未动。 我倾慕他,却也明白,只能仅此而已。 向柳和耶鸣碰了一杯,他可能也想起了过去的日子里, 无法宣之于口的爱意,小妖主动围在了他的身边, 难得安静,没有催促耶鸣。 中原的奇巧节,我们溜出去,途经一青楼橱管, 他想进去,有路人说了一句女子进去干嘛, 怕不是要去卖身,说里面的人都脏。 我动了杀鸡,耶鸣一向如古坛一般平静无波的眼睛里, 迸发出熊熊烈火和杀鸡,我恨他被折辱, 也恨我自己也曾经是沦落其中的一员。 可他拉住了我,他说人本无贵贱,被卖进去的都是可怜人。 他还说男人难不成进去,也是要去卖。 既然男人不是,女人凭什么要被如此议论? 本姑娘就是爱听曲,里面的人深陷泥潭,可心干净, 你虽在栏外,可心肮脏不堪。 因为这一句,那男人想打人,我就把他打了。 我们怕被人认出,以后不好溜出来了,就相邪跑了。 手拉着手,漫无目的地跑,我心里从没那么痛快过。 我们在西边休息,喝水。 我曾经那么厌恶的曲子,就从我嗓子里流出来了。 他说,我唱得真好听,如果不是暗卫,必能成一代明觉。 他不知道,我不喜欢唱歌,可我喜欢唱歌给他听。 他的目光很柔,很干净,我们暗生情愫,却知道无缘, 他有意避开所有的婚约,想就那样跟我厮守。 我在他的院子里种满了丁香花。 香柳淡淡地笑了,丁香花,花亦是,为爱而生,为爱而亡, 我只对你执着。 耶鸣点了点头,逆了他一眼,正是此意。 我们在月光下赏丁香,他为我跳了一支舞, 他说他一辈子都不要嫁人,他要和我在一起。 可不久后,新的轩原王要娶离荣氏的女儿。 他必须去。 他跟我说,我们跑吧,天涯海角, 总有我们的荣身之处,我拒绝了他。 他在我的院子里等了我七日,最后一日, 我没有忍住,我知道现在全府戒严, 我们跑不了的,可我还是去赴约了。 他很美,他像那一夜一样,拉着我的手奔跑, 这是我们第一次,也是最后一次光明正大的牵手。 我知道我此生都逃不了了,我爱他。 我被打断了腿,废了武功, 组长说我寄予小姐,理应仗毙。 他跪求组长一夜,又哭又求的, 我很了解黎荣氏的组长, 我知道,我难逃一死。 最后为他带了一只丁香花, 让他好好活着, 不要怨陛下,也不要怨他的父亲。 然后为他寄了一条丝带, 是我的灵力所画, 这是我唯一能留给他的, 我自己的东西。 行行的时候,我就那样看着他, 想把他看到我的心坎里, 去了归须,我也不要忘了他。 我一直叫他小姐, 他从前最爱逗弄我, 让我喊他的名字, 我一直不好意思, 最后我喊了他的闺名。 那一刻我真的放下了, 只要他好, 我没有任何执念了。 小妖已经红了眼, 气氛很沉重, 夜明望着一轮明月, 笑了起来, 是那样的苦涩, 我在一睁眼, 就是躺在水晶棺里, 万年寒冰锁化, 我不觉得冷。 竹龙大人说, 因为清风死了, 立完了情节, 最后一魄归位, 不会有性命之忧了。 代价不过是心脏燃尽了情素, 以后没有心了, 他以寒冰石化了一个心给我, 他说, 我可以非生畏神了。 我早看尽了人间疾苦, 男欢女爱, 专心研习时空之法, 继承了师父的一波。 他说, 不可再有情素, 再生妄念, 我将失去永生, 会老去, 死去。 我的心是冰, 如果化了, 就得死。 香柳看向了他的白发, 没有作声。 我躲了他几百年, 可一见他, 我的心就开始化了。 燕鸣看向了自己生出的几缕白发, 自嘲一笑, 我说这些, 当然不是要给你们说书, 当然既然已经说了, 待会记得给钱。 我想说的是, 我一旦死了, 就再也护不住他了, 你们帮我, 我保你们的命, 替我看着他。 小妖急切地问道, 你会怎样? 你还有多久啊, 你为什么不去找他? 还有, 你的心是冰室吧, 我疗愈心法也能管用吗? 还有还有, 你既然能保我们的命, 为什么不能保你自己一命啊? 他知道了还怎么活。 燕鸣一口血中醉入喉, 他笑起来, 倒是笔锦还像狐狸, 都说了吗? 等心融化干净, 我就消失了呗, 再也无法永受了, 我也会变老, 然后死去。 还有多久我也不知道, 我总不能把心挖出来看看, 还剩多少吧? 我能保你们, 是因为我可以把心取出, 以命续命, 但是我一开始就跟你说过, 累死我, 谁给我射一颗心啊? 这世界上燕鸣死了, 就是死了, 他的心是寒冰石, 寒冰石是旷世珍稀的冰种, 就算现在把全大荒的寒冰石搜罗来, 估计也只够给心脏包个冰衣的。 小妖眨了眨眼, 主动跟他碰了一杯, 那可不一定, 你给我的那个功法上, 我就盛生和望两篇功法没参透, 等我参透了, 一定能让你如同那万年王八, 想死都死不了, 你自己守着他去。 燕鸣只当他说笑, 毕竟那是上古的神卷, 从古至今无人修习成的, 小妖确实是各种姻缘巧合, 才成了大荒唯一一个独立于五行之外的戏, 只能救人, 无法伤人。 他摇着玉扇, 罪眼朦胧, 勾了一下唇角, 好啊, 不过咱们说好了, 这事, 黎荣庆不能知道。 当然, 你要是非要缴了你哥哥的好事, 你倒是能试试。 小妖摆了摆手, 你们神奴的情种都这么奇怪的。 香柳也是之前死活不说, 却领我看也是够憋得住的, 不言语, 你这看上去挺痛快的人, 一线进去也成了哑巴。 我真是不懂, 你应该把选择权交给他, 不然真的枉为一事之己。 他愿意选谁, 那是他的事, 你不说就是剥夺了他的选择权, 你真的是为他好, 只要他好好活着。 我都心甘情愿。 烟鸣又回到了那副面热心冷的模样, 我要回去睡觉了, 你们还是操心操心自己吧。 小妖冲着他的背影呸了一声, 俩人边聊边喝, 小妖觉得自己灌了个水宝, 耍赖就是不起来, 向柳做事要走。 小妖一下子扑到他的背上, 香柳笑着背着他往回走, 小妖就玩他那长长的银发, 趴在他的肩膀上哼着小曲, 鱼系连夜泪, 席香露, 鱼打交花泪, 亲戚多。 香柳才听了两句, 耳朵通红, 低声笑斥了一声, 你去百里就学了这些? 小妖嘖嘖一声, 冲他耳朵吹了口气, 哎, 你既然学的都是正经的, 怎么能听得懂我在唱什么? 我不知道这什么意思, 听着好玩哼了两句, 你知道, 你给我解释解释呗。 香柳回头看了看瞪着大眼睛, 故作一脸天真的小妖, 切了一声, 也朗声唱了起来, 一尾莲珠失我一哟, 一碗桃花占我心哟。 小妖急得赶忙捂住她的嘴, 再往后唱那是真不能听了, 你你你, 你怎么会唱? 嘘嘘嘘, 不唱了, 回去回去。 香柳悦着, 呜呜说道, 你要不要再听听, 我详细解释解释。 她自是明白其中含义, 本想着逗弄像柳丸, 说到底还是像柳脸皮更厚, 小妖咬牙切齿, 又无能为力, 只能讨饶咯。 这是娄折异了、 这是娄折异思, 我让你耳猫切去摘异的地方, 本身球章胎可以和拾起来, 也可以拿来,